我有放一些分享就是 如果我要把它改VBA的话 那这边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举凡说我之前讲FOR回圈 写法有点不太一样 还有呢那个 求余数的话在VBA里面的方法是叫MOD 然后呢 这个底下其他Blake的话呢在 那个VBA叫AzizSub 其他的话大同小异啦 还有怎么样在VBA里面制定函数 那VBA里面它其实函数部分 它Function 一样叫Function是有回传值 可是如果说 没有回传值它不叫Function它叫Sub OK 这一点可能跟Python有点不太一样 没有回传值 所以我们 在刚刚那一题 没有回传值 在VBA你就要用Sub 你不能用Function 它在VBA里面 Function指的就是有回传值 那我有把 这两者的差异写在这里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 你在VBA里面 写的方法要在这边 这个地方要写成这样的方式 反正两边稍微自行比对 如果你想要多 延伸出去再学习VBA的话 这边也有啦 因为我们重点还是摆在Python上面 所以请各位如果有信息同学 也许可以 试做看看 那当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我是建议最好 你如果学的话最好两个语言都可以学会 那是最好的 OK 因为现在 就我跟各位讲过的那个问题 因为现在金融相关产业或者有些公司 它的安全性设定比较高的话 通常就是不让人家随便安装软体 举办 怕是自由软体 反正他更怕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可能有后门 对 那 如果没办法安装 这时候呢 你还是要写点程式的话 那其实用VBA应该是目前来看 应该是 最 可以发挥的 不然其他还有什么可以写 还有 不然就回到DOS 在那个 其实 Windows里面可以写P次档 但副档名叫.bat 但那个又很麻烦的啦 OK 还有一个 VBScript 也可以写 在那个 Windows里面也可以写 它叫VBScript OK也是可以Rub OK 没有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可以用那种方法来写 但是其实我觉得倒不如用VBA啦 因为VBA 它的环境已经有了 而且除错环境也蛮OK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叫拆数字游戏 1到20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写一个程式 各位可以想想看 拆数字游戏 这个是已经写好了 其实就大概长这样子 也就是说 会跳出一个叙述 请你1到2时间帮我拆一个 也就是第1个 电脑呢会自动帮我 在1到2时间随便Random取一个数字起来 然后呢 它就要让你拆 OK 那怎么样拆 比较容易拆重 一般的话 它会 我们先从中间拆 而且输入10 那你输入完之后的话 假设我希望有个功能 告诉我是太高还是太低 有没有 那我就可以3去吧 Enter 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的话 太高那就是10到20之间的数字就3去 所以现在只剩1到9 有没有 所以如果要再拆的话 应该再拆中间的 中间的话应该是 1到9 5好了 Enter 还是太高了 所以再3去 5那就是1到4 1到4 那这样拆 那就很好拆了 1234 乱枪打鸟应该很容易打中 猜3好了 OK Enter 还是太高了 那就只剩1跟2 1跟2 运气 好的话应该一次猜中 2选1哪一个呢 猜2好了 Enter 恭喜答对了 还是太高 那应该就1了嘛 对 Enter 恭喜答对了 OK 所以如果假设啦 这个是一个简单游戏 其实这个游戏的话 衍生性还蛮大 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动一下 因为其实蛮多游戏 都类似于这种 让你猜 猜猜看 只是说呢 有一些游戏是把它做成有图 上面有图 然后你看起来很深 然后背后其实就是这种简单程式 OK 或者它多几颗 或者数字更大一点点 或者数字更多一点点 比如像一般以前 当学生时候 上课太无聊的时候 就会玩那个什么 就去猜4个数字 几A几B 0到9 4个数字 如果位置对 数字也对那就A 那 数字对位置不对就B 看几A几B 有没有 让对方猜 那其实你也可以把同样逻辑写到 那个python里面 也可以写得出来 没有问题 那第1个的话 我们可能会需要 再多学 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前面教的东西 没有教各位 如何产生一个乱数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要在1到20之间 乱数随便帮我抓一个 数字起来 当然 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用 外部的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功能 在python的内建的韩式库 内建的 那个 韩式库已经有了 但是它没有引用进来 OK 也就是它没有 预先帮你引寒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必须做一件 就是 有一个模组 模组名称叫什么 叫random 那random里面有一个 一个function 有没有 就刚刚跟各位讲 这个random里面有很多function 其中有个function叫做random range 它可以帮我们做到 抓乱数的这个需求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 从那个 什么 python里面的那个模组 它其实在那个 韩式库里面 就会有一个random的模组 我把它input进来 所以特别input它 接下来做什么呢 如果我要乱数抓 一个 1到20之间的乱数的话 特别是要 我input它之后呢 我就可以random 在这个模组 里面的话呢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input它 你就可以random 电 特别是要后面可以用它的方法 就是在random这个模组里面呢 会有个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 这个1到20之间的一个数字的话 很简单 其实跟那个range有点像 有没有 1 从1开始 后面的话呢 如果到20的话 那range实际就是 到那个21停下来 所以这边特别是要 这是21 如果你输入20的话 那它变成1到19 都不对 OK 那我就把这个数字怎么样呢 存在哪里呢 存在 这个 前面的变数 这个变数里面 RND 所以呢也就是我把1怎么样 先存在这里 它帮我产生 这个random range 产生1 帮我放进去 好 那问题来接下来 我要怎么样让使用者不断拆 然后拆到对为止 OK 拆到对为止 所以 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第1个 你如果用for回圈 那就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到底它拆几次会对 不知道 所以 如果我不知道 拆的重复次数的话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什么回圈 用file回圈 对 因为如果用for的话 我怎么知道 像现在我拆 12345次 可是下一次一定5次吗 不一定嘛 对 所以你用file 那我后面怎么写 对不对 后面呢 我就写file 先让他怎么 请input 一个什么呢 请在1到2的时间拆一个 拆一个数字吧 那就跳出来了 OK 那我就把10输入上去放在区域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要让他怎么 file email 特别叫file email 你想说 老师这个file email 这个叙述有点怪怪的 1的话呢 我刚刚讲过嘛 1的话我把它当true 也就是说的 坏了 email 一直说 坏了后面永远 都是 会要进入到 这个什么呢 进入到回圈里面 意思说你 这句话意思说你一直帮我跑 一直让他一直跑就对了 可是问题喔 如果你用坏了 email 号的话 请你在程式里面一定要break 也就是 如果什么条件发行 就是他猜对了 就让他break OK 所以这个坏了 email 号还蛮常用的 因为我 如果想说 反正一直让他拆就对了 那就快一帽 那里面的话做逻辑判断 什么样逻辑判断呢 如果 他这个区有没有 等于 RND的话 表示他猜对了 对那当然就离开 就break 可是喔 我们前面应该先怎么样 先判断说 如果他怎么样 他的那个猜的词 比 RND的来的大的话 那就输出什么 太高了 低一点 反之的话呢 就是太低了 高一点 所以呢我底下 先做逻辑判断 if什么呢 先猜什么 他猜的数字喔 比那个RND还小的话 那我是什么 pain printer 太低了 高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再让他输入一次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一行怎么样 放到这个底下来 诶 那再来的话呢 LF LF 如果颠倒 如果呢 区的词呢 比那个 他那个变数还大的话 那当然就把 上面这两行再复制贴过来 太高了 低一点 然后再猜一次 那反之就没有了 反之就答对 所以喔 最后的话L10 怎么样呢 恭喜 答对 对不对 但是特别注意喔 底下一定要再多 一个叙述 什么 BREAK 对 因为如果你假设喔 这边少一个BREAK的话 那他又继续拆 OK 所以关键来了喔 以后喔 如果你要让他不断拆的话 就写这样子 这个有点像喔 什么 你油门就踩到底吧 冲吧 一路冲一直冲 叙述 那可是喔 这个地方就是也是要做逻辑判断 当什么情况呢 当你看到人或车的时候呢 记得要BREAK OK 他就是一直冲一直冲 前面可能有感知器有没有 然后去辨识说 前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会有一些判断是吧 如果他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 那就停下来 也码就break 可是呢 之前好像都没讲过吧 刚好前一阵子的新闻 就刚好 他如果看到车子要停下来 看到货车 看到什么卡车 看到公车什么 他都有一些比对的这个图 可是问题刚好 有一台货车 刚好因为发生车祸 变成横躺的 然后他就去比对 但是他的那个database里面 图形database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 他看起来 有点像是什么 有点像是道路的一部分 他想说这个形状 他没看过 然后database里面也没有 那没有的话怎么办 他就没有办法执行break 那没有break的话呢 他就直直给他撞上去 或者是说呢 他远远的判断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好像不是这道路一部分 可是到接近的时候 才发现说那个是一个物体 等到他要刹车的时候呢 来不及了 就也撞上去了 OK所以 这边的话呢 大概类似同样的原理 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上面 那跟各位讲 这个程式写完之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个地方其实还可以再更精简 哪个地方可以更精简 你会发现 G等于input G等于input 有没有 这边总共一二三 三个地方都出现这个东西 有没有 当然这个地方 刚开始写 你会想说 在哪边先输入 输入再判断 可是有没有办法 既然你写三行 就理论上应该可以让他不要出现 看能不能怎样 只要出现一行 程式就可以搞定的话 那这怎么干 不好意思 试试看 反正刚开始写 你不可能说一次就写得 非常的精简 非常的到位 但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地揣摩 你才可以看好这个程式吧 这程式说真的不复杂 也没什么太特别的 只有多增加一个 就什么 import random 也就以后 如果你要从外部 去汇入一些模组 外部的模组的话 那你就用import random 那random里面有一个function 叫random range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一段程式的云端上也有 如果假设 你一下子没办法 打这么多程式的话 那你其实 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先ctrl c c ctrl v 在哪里呢 云端上面我这边有 刚刚这一段就在这里 第几页呢 第18页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打程式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先ctrl c ctrl v 贴到哪里 贴到你的模组 所以你要先按右键 先new一个新的module 那module名称也许叫什么呢 叫猜数字游戏吧 按finish 然后把它贴过来 再弄弄看好了 当然不是说你贴完就算了 如果你ok的话 你可以把部分程式删掉 自己再打一下下 ok 如果大概觉得也没什么问题的话 最好以后可以把这些重新delete掉 从头再打过一遍 其实程式是这样 我们还要慢慢多多累积经验 如果你慢慢熟悉的 你会发现写程式也有一个固定的SOP 有没有 就大概这些东西 试一下